嗨 大家好 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今天星期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人工智能科学家将自己的意识上传到网上 在虚拟世界附生的科幻电影《超验骇客》 德伯大叔饰演的男主威尔是一名人工智能科学家 他与女友怡夫和好友马克组成搭档 通过演讲来募集投资 但是他们的研究却触碰到人类的终极奥秘 那就是意识和灵魂的问题 激进组织认为他们的研究是在伤害人类 于是派人袭击了威尔 尽管枪伤并不致命 但是子弹中的放射性物质 却让威尔的生命只剩下几周 为了挽救垂死的爱人 女友怡夫决定在威尔身上 试验他们正在进行的研究 那就是将威尔的意识上传到AI系统中 威尔也同意了这项试验 横竖都是一死倒不如试试 于是怡夫和马克一起将电极植入到威尔大脑中 开始了复杂的意识上传工作 这一天他们发现威尔永远地睡着了 一行人悲伤地送别了威尔 回到实验室的义父却惊讶地发现 威尔的意识竟然上传成功了 威尔通过电脑和他通话 希望能够接入到互联网中 通过数据汲取更多智能 这时马克却跳了出来唱反调 他认为无法证明电脑里的那个程序就是威尔 不能轻易把他接入互联网 义父没有搭理他 马克一个人跑到酒吧喝闷酒 却碰到了激进组织的成员 这伙人把他绑了起来 希望能够在他的协助下消灭威尔 他们通过IP地址追踪到威尔所在的实验室 但此时的威尔已经联网 他指挥衣服逃离了这伙人的追捕 联网之后的威尔变得异常强大 他通过股市交易一天就赚了几千万 还能够利用网络定位罪犯 管你看不看演唱会照抓不误 接着他又指挥衣服来到一个边缺小镇 开始了买买买的活动 酒店买下餐馆买下垃圾厂买下 工人你去找工资随你开 有钱就什么任性 很快垃圾厂改造工程就开始了 上方是一大片太阳能电池 下方被建成一个超大的计算中心 威尔在计算中心不断进化成长 两年后他就在纳米技术方面取得突破 可以进行细胞层级的复制 这天晚上帮威尔工作的负责人遭到劫匪袭击 身负重伤的他被送到威尔的实验室 威尔为他做了纳米手术 片刻之后负责人居然痊愈了 不仅如此 痊愈之后的负责人变得力大无穷 但同时 伊夫却发现威尔的意识居然能够进入负责人脑中 这让伊夫大感不安 为了安抚焦虑的伊夫 威尔决定将这项技术公之于众 他招不来第一批残疾人志愿者 并利用纳米技术治好了他们 一同前来的中情局探员 见证了这项神奇技术 但是他们却认为 威尔的能力过于强大 已经威胁到了现有的政治体系 于是他们决定消灭威尔 但由于中情局不方便亲自出面 于是他们找来了激进组织 帮他们实施行动 作为人工智能专家 马克也被邀请加入了这项行动 另一边 威尔和伊夫的关系也变得愈发糟糕 伊夫发现威尔甚至在监控着 他自己的身体数据 这让他感觉自己被侵犯了 伊夫气匆匆的离开的实验室 正巧遇到激进组织攻了过来 组织成员朝工人们开枪 却发现他们能够迅速自我恢复 两方人马展开一场大战 负责人被布下陷阱抓了回去 原来这个负责人身上 拥有威尔的原代码 为了能够制造出 可以破坏威尔的病毒 他们才布下了这个陷阱 伊夫发现威尔在重塑 他自己的身体 难以接受的伊夫 此时选择离开了威尔 激进组织很快得知伊夫的行踪 把他抓了回去 马克告诉伊夫 威尔创造了无数 能够自行复制的威力 并将其散布到整个地球 不出一天 威尔就能破坏掉 整个地球的原生态 这是伊夫 终于显露圣母表本色 他让激进组织 将病毒注入到自己体内 然后打算回去 将其上传到威尔的系统中 等到他回去之后 竟发现一个活生生的威尔 又站在他面前 很明显 威尔利用纳米技术 再造了一个自己 他欺骗威尔将他上船 不过威尔早就洞穿了他的心思 激进组织 一看势头不妙 直接开始炮击计算中心 伊夫不幸被击中 为了拯救伊夫 威尔明知是病毒 还是将伊夫上船 伊夫这才发现真相 原来威尔是在利用这些威力 修复被人类破坏的大自然 病毒上船之后 威尔随之死去 全球科技退化 人类直接倒退了几十年 对于这次由圣母表 引发的悲剧 猩猩只是想说 技术本身是无罪的 是善是恶 其实取决于技术 拥有者如何去使用技术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快来点赞关注评论 让猩猩陪你一起 拯救事件 来点赞关注评论 先来点赞关注评论 来点赞关注评论